印尼总统佐科威再次宣布改组内阁 这是他上任两年多以来第二次改组内阁 佐科威委任了前世界银行常务董事殷卓出任财政部长 佐科威表示他需要一个能够迅速应对变化的内阁 在这次内阁改组中被指涉嫌在东地问侵犯人权的前三军总司令 维兰托将军将担任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务统筹部长 结果引起议论 有分析指出佐科威的这项任命 显示他希望在全球恐怖威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加强印尼的反恐能力